月季花是一种广受喜爱的园艺植物 它有着丰富的品种和颜色 可以装点庭院、阳台、花墙等 其中 大游月季是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藤本月季 它开着深粉色的虫瓣花朵 花期长、花量多 非常适合做观赏用途 但是 大游月季也有着自己的优缺点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大游月季的优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花色美 大游月季的花色是深粉色 这种深粉色并不过艳丽与张扬 也丝毫没有低调收敛的模样 安静而立就能给人们带来满心的欢喜 成片的深粉色花开样子 就是人们最初爱上它的原因 花量大 大游月季的花开量大 做花墙、拱门等 均有着很鲜明的表现 当其花开的时候 花量繁盛到了什么程度呢 被人们称为大游行 如同人挤人的街头游行一般 其繁盛之景可以想象 长得快 大游月季正是因为长得很快的缘故 所以非常适合做花墙 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能形成十分绚烂而繁密的花开景象 庭院栽培 甚是惹人爱恋 抗病虫 大游月季相对于其他品种的月季来说 更加抗病虫害 不容易受到黑心病 白粉病 牙虫等的侵扰 减少了养护的难度和成本 大游月季的缺点也不容忽视 香味淡 大游月季虽然花色美丽 但是香味却很淡 甚至有些人闻不出任何气味 这对于喜欢香气浓郁的花友来说 可能会有些失望 节奏慢 大游月季虽然长得快 但是开花却比较慢 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才能见到满枝的花朵 这对于喜欢及时回报的花友来说 可能会有些不耐烦 需要支撑 大游月季由于是藤本之物 所以需要有足够的空间和支撑物 来让它攀爬和展开 这对于空间有限 或者没有合适支架的花友来说 可能会有些麻烦 综上所述 大游月季是一种美丽而又 矛盾的花卉 它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和个性 适合喜欢淡雅 浪漫 绚丽风格的花友栽培 希望我的文章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 请给我一个好评 谢谢